第207章 黄金古术的畅想 在它前世所在的世界之中 有一所斗罗大陆最强学院 名叫史莱克学院 史莱克学院崛起之后 最核心的就是一株黄金古术 凭借着这株黄金古术 史莱克学院一直是那个世界最顶尖的势力 黄金古术的生命能量 不知道孕育了多少史莱克的强者 后来虽然被摧毁了 但当它重新生根发芽 再次成长起来的时候 甚至成为了自己前世母亲的寄生 最终进化为永恒古术 作为那颗星球的生命核心而存在 而眼前这些黄金木 分明就是黄金古术的枝丫 这玩意儿在日臣帝国那边很常见 黄金古术也称之为生命古术 也就是说 日臣帝国那边 生命古术不在少数 难怪这个世界的生命气息 是如此的浓郁啊 它都有些想要迫不及待地前往日臣帝国 去弄一些黄金木了 没有人需要吗 黄金木雕刻成装饰品 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存在 精美绝伦 重量还较轻 比贵金属更容易佩戴 还可以借助神性温养自身 火狐族少女还在努力 但却依旧无人回应 好吧 既然如此 那么 原因心不准备再继续耽误时间了 后面的拍品还有不少 就在这时 它突然心中移动 一百枚元素币 有近拍者出价一百枚元素币 果然还是有识货的人 它脸上的笑容一下就变得浓郁了起来 真有人出价了 竟然 黄金木座位第一件拍屏 显然是大拍卖会方面也不是很看好 现在有人出价 总要比冷场好 不过 也就是这一次出价了 最终 这一堆总重量为68公斤的黄金木 被以底价拍走 看台上 唐三长出口气 以他沉稳的心性 此时脸上都不禁流露出几分亢奋之色 身边的张浩轩却是眉头紧簇 你真的确定这玩意儿有用 他低声传音道 唐三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没有在这个时候向老师解释什么 有些话也不适合说 而这些黄金木何止是有用啊 简直是有大用 而且用途之广泛 绝对是张浩轩想破脑袋也想不到的 对于唐三来说 他的重要性甚至还要在天火金铁之上 甚至关系到他自身未来成长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第二件拍品很快被送上 是一种能够提升血脉强度的天才地宝 竞拍的热情顿时被重新激发起来 而对于这些妖怪族感兴趣的东西 唐三却是并不怎么感冒 他想要提升腰神变的血脉强度 只需要找到比自己血脉之力更强的妖怪 直接吸收他们的血脉之力就行了 而且这种天才地宝在家里学院的商店里面是有的 黄金木在学院商店可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学院商店看不上 或者说是 黄金木在妖怪族天语帝国这边根本就没怎么出现过 如果不是还有着简陋的心 唐三现在都想走了 他都有些迫不及待的要回去处理自己的天火金铁和黄金木了 这两样东西对他的帮助将会非常的巨大 坐在唐三身边 张浩轩都能明显感觉到此时唐三的愉悦情绪 他发现自己越来越看不懂这个弟子了 伴随着不断的成长 唐三渐渐给他一种深邃的感觉 而之前唐三不顾自身危险和暴露能力的风险 依旧下场击杀巨傲摩蝎 并且带回两名人类附庸的尸体 又让他对这个孩子越发的放心 无论他身上还有什么秘密 他的心是完全向着人类这边的 无庸置疑 救赎组织之中 年轻一代唯一能够和他相比的 恐怕也就只有那位蓝吉救赎美公子了 当然 在组织内部 美公子的重要性几乎可以说是第一位的 甚至是整个旧熟的希望所在 远非名不见经传的唐三能笔 接下来的几件拍品全都是各种天才地宝 作用各不相同 但大多数都是和提升血脉有关的 而且针对的种族也有所不同 纷纷派出不菲的价格 但唐三却始终不畏所动 只是默默地等待和观察着 这些拍品在学院商店那边几乎都有 家里学院作为家里城第一大学院 那绝对是名不虚传 只不过现在他还不能真正地去动 学院里的那些好东西 下面这件拍品 相信很多族人都会喜欢 他对我们突破神级有着不可估量的好处 众所周知 各族九阶强者在突破神级时 往往最容易出现瓶颈的 并不是我们的血脉之力 而是需要伴随血脉之力 一同进化的精神力 唯有二者协调进化 才能最终冲破瓶颈 而精神力的修炼 除了少数种族之外 对于大多数种族来说 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 用来提升精神力的天才地宝 就显得越发珍贵了 我们接下来将要进行拍卖的 就是这种珍贵的天才地宝 一共十二枚紫阳果 对提升精神修味 有着极大的帮助 起拍价 三百元素币 每次加价 不低于十枚元素币推车 被推了上来 从看台上 甚至看不清这件拍屏 只能隐约看到 在护照中淡淡的紫色光韵 唐三运起目利才能看到 那是十二枚 比拇指略微大一点的紫色果实 上面散发着淡淡的紫色光韵 这种果实 在家里学院的商店之中 也有存在 而且数量非常的稀少 唐三曾经尝试过感受 确实是对精神力有极大帮助 他只是感染气息 都对自己的帮助不小 只不过现在他的精神力 已经是九阶 除非是直接服用 否则提升还是有限的 三百元素币 这绝对是一个天价了 正如袁英星所说的那样 用来提升精神力的天才地宝 都是价值连成的 前面几件拍品的成交价 可都没有超过两百元素币的 老师 就是这个把唐三 向身边的张浩轩点了点头 好张浩轩没有多问什么 连黄金木他都给唐三拍了 还差这点吗 竞拍开始 三百三十 三百三百四十 三百五十 三百六十 紫阳果的近拍才刚刚开始 立刻就掀起了一轮高潮 很显然 对于提升精神力 天才地宝可求的妖怪族 不再少数 几乎是转眼间 就突破了四百元素币 张浩轩扭头看了唐三一眼 这个价格着实是太高了 唐三向他微微汗手 道 值得的 而且您别忘了 我们有一次五折的机会 张浩轩眼睛一亮 对啊 唐三之前在那场斗兽之中获胜了 就有一件拍品可以打五折 价格越高显然是越赚的 他立刻继续出价 四百五十 四百六十 当近拍价格超过五百之后 加价的速度明显下降了 五百二十 五百二十还有没有 好的五百三十 原因心不停地报价 让这一批紫阳果的价格持续上涨 六百 有近拍者出了六百元素币 还有没有更高的了 六百一十枚 六百一十了 还有没有更高的 七百 有近拍者直接出价到了七百元素币 显而易见 这位是实在必得啊 还有没有愿意竞争一下的朋友 这批紫阳果品质绝佳 都是最好的状态 在最成熟的时候被采摘下来 正是效果最佳的时候 十二枚紫阳果如果有一位附庸 对于精神力的提升 甚至能够作为晋升神级的基础积累 紫阳果的珍贵大家都知道 在整个大陆一年也就不超过百枚的产量 一次十二枚出现在拍卖会上 更是极为罕见的偶 第二百零八章拍下紫阳果 原因新卖力的较卖注 不过七百元素币的价格显然是超过了绝大多数近拍者的心理预期 而这显然也不是今天最好的拍品 终究还是没有人继续竞争 七百第一次 七百第二次 第三次 成交 十二枚紫阳果 以七百元素币的高价最终成交 拍下来的 当然是唐三和张浩轩师徒俩 如果没有纳五折优惠的话 至此 他们带来的元素币就已经花钱尽了 而五折优惠用在紫阳果上 则是让他们还有三百多元素币的富裕 唐三脸上流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 紫阳果提升精神力 蕴养精神之海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不但可以给独白使用 提升精神力 帮他晋升五阶有望 同时 五兵记 顾礼 成子诚在精神力方面也都有需求 尤其是顾礼 他的时光变也需要精神力的加持 不久前 唐三将子级魔童的修炼方法 也都分别传授给了他们 只不过 他们修炼起来的进度就远不如独白了 有紫阳果的帮助 至少可以帮助他们子级魔童进入第一阶段 并且提升和稳固精神力 这个钱花的值得 他们的提升 也就是唐三的提升 毕竟 除了五兵记之外 其他人都还没有超过五阶 后面的拍卖会 唐三就没有再出手了 虽然还有三百多元素币的富裕 但已经不足以购买那些珍贵的天才地宝 而且唐三也准备留一些钱 用来购买一些自己需要的材料 伴随着修为的提升 他现在能做的事情也是越来越多 尤其是伴随着对这个世界越来越了解 也让他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更加完善的规划 想要在短时间内提升到能够和神级强者抗衡的实力 是不现实的 所以 他一边需要尽快地提升自己 同时也需要让自己在修为没有提升上去之前 也能拥有更强的战斗力 至少要有能够面对九阶强者的战斗力 拍卖会上 高潮迭起 确实是又出现了许多天才地宝中的好东西 有一些是家里学院商店也没有的 但价格也都是高得令人咋舍 唐三和张浩轩也只能是看看 譬如 其中就出现过一枚张浩轩眼镜都有些发红的果实 名叫灯灵果 这玩意儿是用来突破神级时候使用的 能够在突破的时候 极大程度的增加对天地的感悟 同时令血脉沸腾 使突破神级的概率大增 这玩意儿最后的成交价格是一万元素币 这价格 唐三师徒也就只能是看看而已了 伴随着灯灵果的拍卖 竞拍也进入到了最后的高潮 最后的三件拍品价格更是极其的高昂 乃是三种血液的拍卖 血液拍卖乃是妖怪族天与帝国所独有的 众所周知 想要提升自身血脉强度 除了不断修炼之外 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用铜足更高层次的血液 进行吸收提炼 从而让自己的血脉沸腾 冲击更高层次 甚至是提高自身血脉品阶 而最后拍卖的三种血脉 分别是两种黄金血脉 加上一种黄金之上的血脉 唯有出过大腰黄的血脉 才能被称之为黄金之上 可见其珍贵程度 三大血脉一出 全场沸腾 竞拍更是激烈到了包间内 都有强者冲出 险些出现大打出手的局面 直到一生冷亨震慑全场 这才让局面安稳下来 重新进行拍卖 第一种进行拍卖的黄金血脉 正是唐三所熟悉的 黄金狮子狗送军后的同类血脉 黄金狮子血脉 黄金狮子血脉附带的天赋能力 是黄金圣火 其微能 唐三是清楚看到的 这份黄金狮子血脉 乃是九阶的黄金狮子族强者留下的 足有一公斤的分量 对于所有狮子族的强者来说 那都是无与伦比的质保 是有机会让他们 蜕变成为黄金狮子族的巨大机会 狮族本身就是妖怪族中的强族 各种分支都是极其强大的存在 竞争激烈可想而知 最后被一位神级层次的狮王 以九千天羽币的价格拿下 是的 是天羽币 可不是元素币 九千天羽币 相当于九万元素币 绝对的天文数字 也只有这些强大的种族 才有拿出来的底蕴 第二种被拿出来的黄金血脉 是唐三最为眼红的 金钱豹血脉 也是豹族的黄金血脉 唐三的闪暴变烙印 最终极进化 就是朝着这个方向的 如果能够获得金钱豹血脉 对他的妖神变提升 无疑是巨大的 甚至借助着黄金血脉 直接突破七阶都不是不行 当然 他是没可能买得到的 这些黄金血液的出现 都是神级强者参与竞派的专属 或者说 他们前来参与拍卖会的目标 也就是这玩意儿了 竞争同样激烈 最终是八千天羽币 被一名暴足强者拿下 唐三那个五折优惠 在最后结账的时候才知道 只有1000元素币以下的拍屏有效 而此时的他心中是有些奇怪的 为什么没有强大种族 前来找他合作 从而获取五折优惠的可能 最后一种血液的拍卖 也是全场拍卖会的最终大周 当这份血液被拿上来的时候 同时跟随而出的还有四名强者 这四位分别守护在推车的四周 全部都是神级强者 每一位都是气度陈宁 而唐三却能感受到 在他们身体周围 明显有着非常强烈的空间波动 而他们内部 那件即将展示的血液拍屏 就像是被隔绝在了另一片空间似的 无疑这是孔雀妖族的强者 四名神级强者竟然为了一件拍屏出来 可见这件拍屏的重要性 原因新的身体都因为这件拍屏而有些颤抖 他先是恭敬地向四位孔雀妖族的神级强者行礼 然后才缓缓出声道 接下来这件拍屏 也是今天最终的大周 还请之前情绪冲动的诸位 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今天非常荣幸 我们家里城的城主大人也清零本次拍卖 来见证这次竞派的历史 最后这句话无疑就是威胁了 家里城城主 自然是当代孔雀妖族的妖王 拥有着最顶尖血脉的十一阶大妖王级强者 有这位亲自坐镇 就算是同级别的存在到来 也绝对不敢轻易动手 毕竟 孔雀大妖王的实力 那可不是一般的大妖王所能比拟 果然 听了袁英星的话 全场明显安静了许多 而所有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中央的那辆腿车之上 袁英星小心翼翼地掀开上面的金色遮挡 露出了里面一个圆形的护照 护照内 一团彩色光运几乎是瞬间就荡漾了出来 当这彩色光运出现的一瞬 在场所有妖怪族 也包括唐三 都有种晕眩的感觉 是的 这份血液是七彩色的 看上去异常的瑰丽动人 七彩色的血液周围 明显有淡淡的彩色光运在波动住 这份七彩色 给人一种目眩神秘的感觉 就像是灵魂都要被他吸射过去了似的 第209章 我族无皇 心皇无成 就算是张浩轩也并不认识这份血液的来历 但毫无疑问 这份能够由四大神级强者亲自守护的血液 其价值一定是无比高昂的 红狐族妖女 原音心满脸恭敬地先朝着这份 拥有七彩光泽的血液 躬身一领 然后才恭敬地道 这份血液 来自于曾经我族的至高强者之一 七色鹿大妖黄 非常有幸 这次能够在我们拍卖会上出现 有关于七色鹿大妖黄的传说 相信不需要我多说什么 这份血液之中 包含了一滴大妖黄本体精血 其价值难以估量 这份血液并非是来自我们家里城 而是祖庭鸡脉 专门为了支持我们家里城大拍卖会而来 七色鹿大妖黄的血脉 有关于七色鹿大妖黄的传说 唐三还真的在典籍之中看到过 也听旧熟学院的老师们讲述过 这位 在妖怪族天与帝国之中 乃是绝对传奇的存在 七色鹿大妖黄 又被称之为元素妖黄 如果单论战里 这位曾经在整个祖庭 包括金怪族日臣帝国那边在内 排名第五位 是强者中的强者 而可惜的是 七色鹿一族 乃是传说中的独族 也称之为孤族 所谓独族 就是只有一位 没有族人 就是独族 独族一般都是强大种族 变异而来的存在 而同样的变异 几乎很难出现 独族并不是都很强大 也有一些变异成独族的存在 泯然于世 但独族之中 一旦出现强者 那就会是特别强大的存在 七色鹿大妖黄 就是独族的代表传奇 鹿族在天与帝国的妖怪各族之中 不算强大 甚至是较为弱小的存在 直到七色鹿大妖黄的出现 七色鹿大妖黄 本是唐三所吸收过的一种血脉 叫做灵溪鹿妖 但它却是天赋绝顶 绝顶聪明 凭极住灵溪鹿妖的灵溪心眼 一步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让自身血脉在元素的海洋中 不断进化 变异 最终成为了能够同时驾驭水 火 土 风 光明 黑暗 空间七大元素的强大存在 并一举冲入妖黄宝座 伴随着它晋升为大妖黄 令整个鹿族 尤其是灵溪鹿妖一族 在天与帝国的地位直线提升 灵溪鹿妖更是与黄金鹿齐名 可惜的是 这位七色鹿大妖黄是独足 哪怕是他的后代 都没能继承他强大的血脉 七色鹿血脉也由他而终结 法兰星终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神界 这里虽然有着庞大的能量 庞大的资源 但却并没有神界那种先灵之气 所以在强大的妖黄也终究有寿命终结的一天 更何况天与帝国和日臣帝国之间 也并不是完全和平 也经常会出现战争 七色鹿大妖黄凭击住强横的实力 曾经带领天与帝国力压日臣帝国 却在一场大战中受到了沉重的伤势 这位独足强者也终究因为没有后续传承 再加上本身过于强大 在祖庭之中并没有太多的支持者 最终陨落 成为了鹿妖一脉最传奇的历史 有关于七色鹿大妖黄的传说 一直是鹿妖一脉最神圣的传奇 鹿妖一直传说着 总有一天会有新的七色鹿大妖黄出现 灵溪鹿妖一脉的高贵也就由此而来 可惜历史上 却也只有这么一位七色鹿大妖黄 也正因如此 这次作为最终大轴的这份拍品就尤为珍贵 它并不只是大妖黄血脉那么简 而且更是直接来自于一位大妖黄自身的血液传承 这对于尤其是鹿妖一脉来说 意义之重大 超越一切 为什么这份血液会拿到嘉里城来拍卖呢 显然也是有深意的 因为嘉里城附近 就是鹿妖最大的聚集地 没有了七色鹿大妖黄的存在 实力较弱的鹿妖一脉 自然无法进入天与帝国中枢 他们的王族黄金鹿仪族和灵溪鹿妖就都在嘉里城这边生活 别看鹿族本身的战斗力不算特别强大 但却在妖怪族之中是少数擅长经营的种族 擅长经营就意味住 有钱 鹿族本身又和孔雀妖族交好 受到孔雀大妖王的庇护 嘉里城别看地处边陲 但要说富裕程度 也并不比其他大城差多少 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功劳是属于鹿妖一脉的 祖廷将这份七色鹿大妖黄的血液拿来进行拍卖 其目的非常明显 就是要赚取鹿族一大笔的财富 而这是阳谋 是鹿族所无法拒绝的阳谋 尽管明知道就算是获得了七色鹿大妖黄的血脉 也很难将其血脉的力量传承下来 可是 最起码有一线机会 鹿妖一脉对于出现第二位七色鹿大妖黄 实在是太渴望了 所以 这份拍品他们志在必得 更何况 鹿妖也并不是铁板一块 黄金鹿妖和灵溪鹿妖两族都很强 也都很富裕 他们当然都希望这份血液 能够让本族出现大妖黄 灵溪鹿妖虽然是最有可能的 但黄金鹿妖作为王族 也不是没有进化机会的 甚至有传说 当初的七色鹿大妖黄 本身就是黄金鹿妖与灵溪鹿妖的混血 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进化 竞拍开始 几乎是瞬间就进入了血雨腥风状态 竞拍价格几乎是瞬间直线飙升 家里成大豆兽厂最大的包间 逐围上坐着一名男子 他的相貌并不算特别英俊 只能用普通来形容 身材也不高 看上去就是一名普通人类男子的模样 在他身边 几乎都是巨男美女 可是 他身上却有着一种独特的气质 整个身躯都似乎是介于虚幻与现实之间 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受 此时外面的竞拍已经开始了 看出价格的持续攀升 这名男子的眉头不经紧簇 如果唐三在这里 那么 他就一定会发现在这名男子身边 几乎是挨着他坐着的 正是他魂牵梦营的那位 美公子显得很沉静 眼观鼻 鼻关口 似乎外界的一切都与他没有什么关系似的 望言坐在另一边 目光偶尔瞥向美公子 眼神之间明显有些复杂 没错 这坐在主位上的正是当代家里城城主 孔雀妖族组长 孔雀大妖王 祖庭这事看我家里城发展得太好吗 给我来这么一下 釜底抽新孔雀大妖王的声音中 明显带着几分怒气 家里城能够发展的蒸蒸日上 和路妖一脉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尤其是在经济方面 家里城这些年越发的富足 而这份七色鹿大妖王的血液 被运送过来进行拍卖 是祖庭那边临时决定的 是祖庭诸位大妖王的意志 就算是他 也无权阻止 这次护送七色鹿大妖王血液前来的 就是两位和他同届的大妖王 自然也不无坚实之意 感受着孔雀大妖王的怒火 周围无人开口 孔雀大妖王双眼微眯 不知道在思考住什么 下一刻 他的目光突然转向自己身边的美公子 小美 你怎么看 对这个小女儿 她似乎并没有当成人类看待 在目光注视到她身上的时候 明显变得柔和了几分 美公子这才抬起头 看向孔雀大妖王 我族无皇 新皇无成第210张算计 简单的八个字 却是让孔雀大妖王身体 微微地震颤了一下 在场 在场众多孔雀妖族的目光 也都带着几分惊骇之色 看向这位有着人类血脉的少主 回去 孔雀大妖王猛然站起身 下一瞬 银蓝色的光芒闪烁 她已是凭空消失不见 美公子同样站起身 似乎刚才那识破天经的八个字 并不是自己说的 她直接缓步向外面走去 望颜一脸茫然 她并没有明白 先前那八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目光有些茫然 必须要回去找母亲问问了 这种公开场合 以孔雀妖族的规矩 女眷是不能在场的 而此时 外面的近拍 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境地 在近拍的有三方 分别来自于三个包间 五千万 五千万天与币 红胡作少女 原因心的声音 都已经有些颤抖了 五千万天与币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相当于一座主城 一年的全部收益了 甚至还不是每座主城 都有这样的财富 五千一百万 一个包间之中 传出浑厚的声音 五千 就在之前进驾的 另一个包间 要开口的时候 声音突然嘎然而止 没有继续说下去 六号包间贵宾 请问你们的报价时 原因心赶忙追问 我们 退出 有些沙哑的声音 凝制了一下后 说出了退出的话语 此时的六号包间内 几名头上长脚的老者 正恭敬地站在那里 而他们面前 多了一名相貌平平无奇 看上去如同 普通人类男子的男人 男人的目光 从他们身上扫过 默默地点了点头 下一刻 蓝银色光芒闪烁 他已经出现在 另一个房间之中 同样是一群 头上长脚的男子 他们的脚上 带着淡淡的金色 此时正犹豫着 如何报价 就看到了 这名男子的出现 为首一名 黄金路遥老者 脑海中 突然浮现出了 一幅画面 下一刻 他脸上因为激动 而浮现的红色 渐渐褪去 默默地点了下头 朗生对外面道 我们也退出 蓝银色身影闪烁 那道身影 已经再次消失无踪 5100万 还有没有更高的价格了 原因心有些诧异地说道 先前在竞争的三个包间 分别是3号 6号和8号 此时6号和8号的 突然退出 让报价 就只剩下刚刚爆出了 5100万高价的 三号包间 这是最后一份 七色鹿大腰黄血脉 没有什么 比这更加珍贵的原因 心突然大脑一片空白 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说出了这句话 在这一瞬 他的双眼之中 瞳孔数直 仔细看的话 就会发现 他如同失了魂似的 但是 6号和8号两个包间 依旧没有任何声响传出 全场寂静 鸦雀无声 大家都在等待着最后时刻的来临 错过了这次机会 就再也不会有 七色鹿大腰黄血脉存在了 请诸位谨慎 抉择原因心再次开口 可是 无论是6号还是8号包间 依旧没有任何声音传出 依旧没有下一个新的报价 5100万天宇币这个价格 彭扶就在这一刻成为了永恒 看台上 张浩轩不禁有些诧异 刚刚三方的报价 几乎可以用如火如荼来形容 寸土不让 才使得价格节节攀升 此时此刻突然的演气息鼓 实在是有些诡异 小唐 你怎么看 那两方怎么突然不报价了 张浩轩向身边的唐三问道 像是算计了三号包间 唐三眉头微醋 也有些疑惑 毫无疑问 这份七色鹿大腰黄的血脉 之前竞派的三方 都有种志在必得的感觉 其中必然是有 路腰一脉的存在 但是路腰有能力竞争的 有三方这么多吗 灵光在脑海中一闪而过 在三方之中有人故意抬价 不是三号 就是六号和八号 此时六号和八号 突然同时停止了出价 很明显是有故意坑三号的感觉 只是双方谁是路腰一脉呢 这个就不清楚了 竞拍陷入了停滞 原音心并没有继续拍卖 而是呆呆地站在那里 就在这时 又是一声冷哼响起 原音心机零零打了个寒战 像是回魂了一般 下意识地说到 五千一百万第一次 五千一百万天语币第二次 五千一百万天语币第三次 成交 一锤定音 宣布了本场拍卖会的结束 刹那间 全场沸腾 五千一百万天语币 这在整个妖精大陆的历史上 应该都是第一高价了 而这个价格的记录 恐怕很长时间都无法被迫 唐三和张浩轩一起站起身 他们今天的目的 基本已经是达到了 尤其是对于唐三来说 是该聚取拍屏的时候了 不过唐三心中 始终有种异样的感觉 刚刚这七色路大腰黄的血液拍卖 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 最后时刻 那份诡异的气氛 让整个大斗兽场 都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七色路血液 被护送着推下去了 唐三朝着那个方向 凝望了一眼 坦白说 他对这份血液 也非常的有兴趣 毕竟是顶级血脉 而且是掌控 七大元素的顶级血脉 如果能够到他手里 评级住这份大腰黄血脉 他能够做的事情太多了 当然 这显然不是现在的他能够觊觎的 不知道多少神级高手盯着这份血脉呢 有些可惜了 如果自己现在已经恢复到神级修为 那么 就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把这份血液弄到手里 交割很顺利 不过 他们这次的拍到的东西之中 比较麻烦的是 十八名拥有红狐族人类附庸 这十八个人如何带着招摇过世 这也太显眼了 把其他拍品都收入到储物囊中 付了钱之后 还剩下两百多元素币 你先回去 这些姑娘交给我 我先把他们安顿下来 你回学院等我 张浩轩向唐三说道 在他心目中 现在唐三的重要性是最高的 先返回学院最安全 好的 唐三答应一声 也不多留 继续戴着脸上的面具 快速离开大豆瘦场 之前大豆瘦场那种压抑的气氛 让他感到很不舒服 那分明是神级强者的对质 他可不希望自己被神级强者的事件波及 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离开大豆瘦场之后 那份压抑的感觉就明显减轻了许多 唐三也随之松了口气 天狐之眼也没有传递给他什么危险的感觉 他穿街绕巷 加快速度返回救赎学院 就在他刚刚来到家里学院附近 准备登山的时候 突然间 前面不远处的一道身影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唐三此时已经摘下了面具 衣服也换回了家里学院工作人员的工作服 看上去在普通不过 可是 当他看到这熟悉的背影时 却只能是停下脚步 真的是你 悦尔的声音响起 那人也随之转过身来 可不正是最近这段时间 没怎么见面的美公子吗 唐三愣了一下 你在说什么 美公子淡淡的道 我一路跟住你回来的 不用装傻第211章天火金铁破天锤 唐三嘴角抽出了一下 他确实是没有感觉到有人跟踪自己 而美公子对自己显然是没有恶意的 所以灵溪天眼也没有预警 所以 自己就这么被跟踪回来了 你也在 唐三问道 恩美公子点点头 18名红狐族的附庸 是你拍的 还是谁 美公子淡淡的道 唐三毫不犹豫的出卖了老师 是镇长拍的 能就一个就是一个吧 你能战胜八戒的巨傲摩歇 出乎我的意料 美公子缓步走到唐三面前 他年纪比唐三大 而且女生发育的走 所以 他要比现在没有经过伪装的唐三要高 有些俯视的看住他 恩都被认出来了 还不承认也没什么意思 你11岁 美公子再次问道 差不多把唐三点点头 你有资格做我的跟班了 以后在学院 随时等我的命令 明白吗 我是兰吉 我的命令是组织在家里城这边 第一优先级 好的美姐唐三 几乎是没有半点犹豫的 就答应了 做她的跟班 岂不是更有机会多接近她 美滋滋啊 今天去参加拍卖会之前 就用了天狐之眼增加运气 看起来运气爆棚 是不是天狐之眼的能力进化了 恩 就这样美公子又瞥了她一眼 身形一闪 消失无踪 空气中还留有她带来的淡淡心香 唐三嘴角向上勾勒 真是美好的一天啊 返回救赎学院 她直接回到自己的房间 关好房门 她要盘点一下这次的收获 18名红狐族人类附庸少女先不说 救下她们是作为人类的责任 同时 这18名少女本身都有着红狐族血脉 虽然不强 但从红狐族女妖原音新的分身能力就能看出 红狐族的天赋能力是相当不俗的 未来如果能够提升她们的血脉 她们再救赎组织就有立足之地了 更让唐三身心舒畅的自然是另外三件拍屏 紫阳谷就不用说了 是让整个团队成长的重要物资 她其实早就可以突破七阶了 现在甚至也都拥有七阶层次的实力 但迟迟不真正完成全面突破 就是为了希望自己其他各种能力也都能一起突破 目前看 灵溪天眼想要达到六阶巅峰是不太现实的 太难了 而时光变 金鹏变这两个却是有机会的 只要橙子橙和顾里的修为提升到六阶就行 蓝银黄和风虎变自然毫无问题 依旧是六阶巅峰 至于闪暴变 提升到六阶也不难 以她现在的修为 找一个六阶闪暴来提升一下自身血脉 还是容易做到的 最大的难题还是来自于天狐之眼 她的身体滋养得差不多了 最多在有三个月 就能稳稳地让她有足够突破到七阶的体魄 现在突破也没问题 但还要等橙子橙和顾里 不急于一时 灵溪天眼就麻烦了 就算是给独白多吃点紫阳果 她能晋升一阶就不错了 想要晋升两阶几乎是不可能的 紫阳果再好 精神力提升的再多 天狐族血脉的稀薄还是最大的问题 想到这里就不禁想起刚刚那些血液的拍卖 要是有天狐大妖黄的血液拍卖 当然 这也就是得畅想 天狐族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祖庭 乃是整个天与帝国最重要的存在 受到所有大妖黄的庇护 本身更是大妖黄层次强者 别说是对他动手了 就算是有实力的存在 只要有对他产生威胁的念头 恐怕都会被这位发现 甚至是锁定 最难的还是天狐变啊 但越是使用天狐之眼 唐三就越是明白这天狐之眼的好处有多么重要 都说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当运气变成颗掌控 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 至少能给自身实力加成一倍 是的 就是一倍 不管了 等其他的妖神变都提升到六阶之后 就进行突破 到了七阶 自己的修为就会有质的变化 所有的妖神变在朝着七阶进化 相互叠加的作用也就会变得更大 到了那时候 自己就真的有实力 能够和九阶强者对抗 总算是有自保的能力了 唐三将破天锤取出 还有黄金木 破天锤入手炽热 但却不至于烫手 通体散发住若隐若现的暗红色 上面鸣刻着在唐三看来非常简陋的法阵符纹 他颠了颠分量 这柄破天锤大约有30公斤重 这可是实打实的天火金铁啊 30公斤的天火金铁 放在曾经他所在的神界 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了 这玩意儿是真的能用来制造神器的 看住天火金铁 唐三不禁感叹一声 幸好你是落在了我手里 否则 你就只能是蒙尘了 不过 以我现在的实力 也只能是暂时将你简单地炼制一下 等到我修为更高 突破神级之后 才能真正将你重炼 达到神器的程度30公斤的天火金铁 好好提炼一下 那就绝对是神器层次的存在 但天火金铁太难炼制 以他现在的实力 是没办法将其重新打造的 天火金铁极其坚硬 想要炼制 平级锻造根本不行 也没有任何火焰能够灼烧得太软化 炼制他 只能以另外一种方式 新炼 以神石来磨炼 才有重炼他的可能 唐三现在虽然也有神石 但那一点神石太珍贵了 没办法用在炼制他上 但不能炼制不意味住没办法对他进行改善 在原有基础上 改善一下他的法阵 从而让他多出一些特性 还是能够做到的 破天锤对唐三来说 不只是武器 而且也可以当作锻造锤 没有什么比天火金铁更适合做锻造锤的了 虽然有些爆铁天物 任何金属在他面前都只有软化的粪 无论是谁 除非是有神石加持的神器 否则 任何金属在天火金铁的灼烧下 都要变软 而激发天火的方式其实并不难 但唐三却能猜得到 妖怪族显然是从来没能激发成功过 激发天火金铁内的高温 需要的是精神洗礼 用精神力去冲刷天火金铁 从而将其由内而外地引动出来 这种引动并不是点燃 而是让天火金铁内部内运的能量 受到刺激而自身出现质变的过程 这种质变是可逆的 当没有足够精神力支持的时候 天火金铁就像是少了催化剂 只是表面的特性斩露 而一旦刺激的精神力足够强 那么它所爆发出的高温就会非常可怕 毫无疑问 这对唐三来说不只是一件武器 同时也是一柄真正意义上的最佳锻造锤 有了它 只要地方合适 都不再需要熔炉了 任何金属在天火金铁面前都要贵 而唐三需要做的 就是通过精神力输出的多少 来控制这柄破天锤的温度 而一旦未来它的精神力提升到神石 能够对它进行星链之后 那么破天锤又将脱胎换骨 成为真正的神器 这么一大块的天火金铁 上一世唐三都没见过 这个漏简的不可谓不大 而且它很怀疑 在这妖精大陆上的拍卖会应该能够经常简陋 很多好东西都是妖精大陆这些种族所不认识的 第212章神器才有的特性 默默地将精神力凝聚 缓缓注入到破天锤之中 顿时唐三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力就像是进入了一汪温泉一般 暖热的感觉包覆住自己的精神力 竟是有种让精神力越烧越旺的感觉 这就是天火金铁的特性之一 它对任何物体都有着超强的灼烧性 但对于精神力却反而是有温养的作用 也会被精神力所支配 暖热的感觉渐渐变得滚烫 但却远远说不上赤脸 唐三默默地感受住精神力的变化 持续保持着对它的注入 第一次与天火金铁进行精神交融 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 按照唐三估计 至少要72小时才能完成交融 这也是为什么天火金铁 一直没能被妖怪族和金怪族 发现奥秘的原因 或许他们会用精神力去探查 但却绝不会保持这么久的精神净润 就算是神识层面的精神力 也同样需要很长时间 越大的天火金铁 需要的时间也就越强 能够将天火金铁进行塑形 估计都耗费了妖怪族的锻造 是很大的功夫 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而唐三需要的就是这样持续不断的精神力净润 只要完成了第一次精神交融 这块天火金铁就相当于是任它为主了 未来就算落入他人手中也不可能被使用 这也是天火金铁的珍惜之处 一块天火金铁只要被精神力净润过了 那么就只能是原主人使用 原主人如果身亡 那么天火金铁也就废了 唐三现在的精神力已经完全液化 持续72小时 蕴养天火金铁毫无问题 而且这还相当于一次对他精神力的提炼 非常有好处 等他能够进行星链的时候 这块天火金铁将会带给他的作用 才是真正巨大的 手握破天锤 唐三在床上盘膝坐下 默默地注入着精神力 去感受天火金铁的变化 呼吸之间逐渐进入入定状态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当他从入定状态中苏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房间中已经多了一人 心中不经一经 以他的精神敏感度 竟是没有发现房间中的这位 是什么时候来的 但是 他下一刻就明白是为什么了 此时他只觉得自己的精神之海 完全是一片暖热的 原本的金色海洋 现在多了一层吃红色 液态的精神力不断流淌而出 注入到自己手中的破天锤之中 然后再从破天锤内流 回到自己的精神之海内 而且破天锤伴随着他的呼吸 上面的红光明暗不定地闪烁住 当他吸气的时候 破天锤上的光芒就会随之收敛 当他呼气的时候 又会变得明亮 非常的奇异 更让唐三惊喜的是 他发现 自己精神之海中的精神力 在本身强度没有减弱的情况下 体积竟然缩小了超过三分之一 这意味着他的精神力更加浓缩了 让精神之海能够容纳更多 这绝对是大好事啊 他也没想到当天火金铁足够多的时候 对精神力居然会产生这样的反补 而且在这样的滋润下 他的那一缕神识都似乎增强了一分 老师唐三看向坐在桌边 同样闭合着双目似乎是在冥想的张浩轩 张浩轩下一刻就睁开眼眸朝住他看来 眼神中带着几分如实重负 你总算是醒过来了 我真怕你出事了呢 唐三惊讶得到 我冥想很久了嘛 张浩轩嘴角抽出了一下 七天了 你说呢 七天 唐三大吃一惊 在他原本看来 最多三天就能完成对天火金铁的精神洗礼 而且 过程中应该不影响他做其他事情 只需要一直带着天火金铁就行了 却没想到 一下竟然就冥想了这么长时间 我回来找你的时候 就发现你已经进入了深度冥想状态 怕别人打扰你 就在这儿守住你 没想到你这次深度冥想直接就是七天 你手中这锤子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性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没太大的感觉 但时间长了之后 我发现他好像已经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似的 连光芒闪烁都和你的呼吸进行同步唐三点了点头 道 这块金属非常的奇特 当时在拍卖他的时候 我主要是看中了他的特性 想着对他进行一定改造之后 能够当作一柄非常好的锻造锤来用 但现在看来 不止如此 他有温养精神力的作用 我的精神力有着明显的增长和提纯 温养精神力的金属 张浩轩一脸都不可思议 给我看看唐三文言将手中的破天锤递了过去 当破天锤离开他手的时候 唐三顿时感觉到从破天锤那边 竟是传来了一丝委屈的感觉 情绪 这块金属已经产生情绪了 这显然是和七天以来 他精神力的洗礼有关 破天锤落入张浩轩手中 他只觉得手中一沉 紧接住一股炽热的感觉瞬间传来 烫得他差点松手 要知道 他的腰神变可是火属性的 对火焰的抗性不是一般的强 赶忙调动自身血脉之力 才勉强拿稳 抬头看向唐三 一脸的惊讶 之前在唐三手中 他好像感受不到这温度似的 当张浩轩继续用精神力 尝试着向内净润的时候 瞬间就碰壁了 他的精神力根本无法注入到天火晶铁内分毫 直接就被带着炽热反弹回来 整个破天锤就像是烧红了一般 迸发出炽热的高温 张浩轩全身都亮起一层红光 就连精神力彭扶都要被点燃了似的 他赶忙一松手 破天锤直接从手中滑落 唐三赶忙右手一挥 以控吓擒青龙弓将破天锤抓回到自己手中 说也奇怪 当破天锤落入他手中的瞬间 上面的红色瞬间收敛 又变成了有黑的样子 能认主 这不是神器才有的特性吗 张浩轩一脸的震撼 看住唐三满脸都是不可思议 是的 在他的认知之中 只有传说中的神器才会认主 这柄破天锤在唐三手中和在他手中的状态完全不同 这分明是认主的特性 那么点元素币买了个神器 唐三默默地感受住破天锤的变化 回到他手中之后 破天锤立刻传递给他一股欢欣雀跃的情绪 就像是回到了父亲身边的孩子一般 这天火金铁的特性很可能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强大 唐三前世见过天火金铁 但要么是已经认主的 要么是体积很小的 和这块都有不小的差距 这么一大块 真的是好东西啊 通过精神力的注入 他已经能够一定程度上的调动天火金铁内部的天火威能了 然后就是要改善上面的法阵 不过这会比较难 需要精神力一点一点去打磨 暂时这柄破天锤除了被他激发的天火之外 就只有原本的破碎特性 神器说不上 但确实是很奇妙 好像我的精神力可以与他相连似的唐三说的 张浩轩看住他的眼神明显有些古怪 难道这小子就是传书中的天选之子不成 为什么自从他来到之后 就一直在飞速的蜕变 这才多久 竟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进步 第213章分配紫阳果 家里学院那边我给你请假了 你还打算继续回去上班吗 张浩轩问道 唐三赶忙点点头 道 当然要去的 那边我能观摩不少东西张浩轩点点头 道 那你就去 注意安全 你醒过来就好了 我去休息了 你自己调整时间自从去家里学院那边打工之后 就熟学院这边的课程 唐三已经很少参加了 这一点张浩轩也帮他打了掩护 事实上 唐三也不太需要这边的教学 唐三道 老师 那个紫阳果给大家分了班 那不是你给自己买的 张浩轩惊讶地道 唐三摇摇头 道 我自己留三的就行了 剩余的给独白师兄 顾礼师兄 橙子师姐和大师兄吧 这种天才地宝 吃多了效果会递减的 而且他们比我更需要 尤其是独白师兄 他的精神力最近进步一直不错 如果能够再做突破 说不定血脉瓶颈会被冲破 有再次进步的可能张浩轩眼睛一亮 你是说他的天狐之眼还能再突破 这么快 距离上次突破 才几个月的时间而已啊 唐三点点头 道 有这种可能 而且他也是最需要提升精神力的 所以我建议紫阳国给他五枚 剩余的四枚给顾礼师兄两枚 大师兄和橙子师姐一人一枚 应该就可以了 武兵纪和橙子诚在精神力方面的提升 没有顾礼和独白需求那么大 张浩轩沉吟片刻之后 道 好 就依你所言 唐三微笑道 老师 我自己其实有两颗也够了 本来一颗就够了的 但精神力经过这次提纯之后 确实是需要一些补充 所以就用两颗 还有一颗 您用了吧 您未来想要突破神级 精神力的强弱也很重要 问张浩轩并没有跟自己这位弟子客气 点了下头 结果唐三递来的十枚紫阳果 脸上流露出一丝笑容 这才离开了他的房间 这次拍卖到的物品之中 表面价格最高的可就是紫阳果 唐三把大部分都给大家分了 其实是他也没想到的 但也让他对自己这位弟子 更多了几分认可 他现在已经想开了 唐三既然能够这么迅速的成长 那就任由他成长好了 不需要多做限制 让他自行提升自我 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 张浩轩走了 唐三看住手中的破天锤 眼中也是流露出了几分欣喜之色 有了这柄战锤 他终于可以有大展拳脚的机会了 七天没去家里学院了 不知道美公子有没有找过我 他在心中默默想着 走出房间看看天色 已经是傍晚 吃了晚饭 他又回到自己房间 默默冥想 他的精神力刚刚进行了压缩瘟养 他要将自己压缩后的精神力稳定下来 没有急于服用紫阳果 经过这次的提炼 他的精神力提升最大 连带住 天火金铁的瘟养作用 也让他的体魄有了明显的变化 似乎又长高了几分 肌肉和经络变得更加坚韧 有弹性了 骨骼 皮肤也都有了较好的变化 如果只是从外表去看 现在的他 已经看上去和美公子 差不多大年纪的样子了 第二天一走 唐三再次来到家里学院 先是去向毛老问好 然后拿了条肘 就赶快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之中了 还是家里学院舒服啊 浓郁的天地灵气 滋养住自身 唐三默默地感受住自己身体 吸收着天地灵气 玄天宫一点一滴地变得更加浑厚 六阶巅峰变得越发凝实了 如果不是他刻意压制 早就已经可以突破 现在他只是希望顾理 橙子诚早日拖到六阶 这样他也好继续向上突破 唯一可惜的就是 独白想要到六阶 显然是不可能的 能不能到五阶 就看紫阳果的效果了 太阳渐渐升到头顶正上方 气温也随之开始增加 就在唐三准备去吃午饭的时候 突然间他心中一动 扭头看向一个方向 身穿家里学院校服 显得有些鲜瘦的美公子 正站在那里 远远地看住他 唐三愣了愣 突然看到他 顿时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充盈在心间 下意识的他 就快步朝着他走了过去 美公子看住 走向自己的男孩 眼中却闪过一丝不满之色 你这些天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没来工作 他有些薄怒微称地说道 进入了深度冥想 一下就是好几天 所以今天才来 你等极了吧 对不起啊 唐三赶忙说道 美公子冷哼一声 道 谁等你了 怎么连声美姐都不叫了 美姐唐三从善如流地 赶忙叫了一声 美公子这才脸色好看起来 道 深度冥想的怎么样 唐三道 有点小提声 美公子看看他 这才七天时间 他好像长高了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看得习惯了 似乎看上去 也更顺眼了一点似的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一向冷静的自己 刚才会产生出 愈怒的情绪 七天了 一直没见到他的身影 他有种莫名的烦躁 你晚上有没有事 美公子问道 没事 没事 唐三大喜 什么是能有美公子的 是重要 美公子道 到时候你跟我出去一趟 我有事情要交代你 好的 唐三点点头 美公子白了他一眼 转身走了 白眼都那么好看 唐三在心中默默地想着 他也没说 晚上去哪找他 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和他会合 唐三下午完成了工作之后 只能是在广场上等待 没有让他等得太久 在傍晚来临之前 美公子换了一身淡蓝色的长裙 走了过来 穿上长裙的他 更增添了几分娇俏柔美 快十四岁的少女 已经出落得亭亭玉力 清冷的气质 配上并没有太多装饰的 朴素浅蓝色长裙 更增添几分气质 长发整齐地披散在脑后 弯曲的刘海 遮住了光洁的额头 巴掌大的小脸 精致地宛如画中走出的人 看得唐三不禁一阵出神 看什么 走了 是 美姐唐三赶忙跟在他身边 美公子走在前面 唐三在他身边默默地跟住 略微落后于他半步 从这个角度更能看清他的样子 他实在是有点瘦啊 薄梗和腰背非常挺拔 更显几分高贵 真的好美 看什么呢 你走在前面的美公子 也能感受到他那灼热的目光 突然停下脚步 唐三差一点就撞在他侧面 赶忙停下 美公子这一回身 两人之间已是近在咫尺 唐三能够清晰地闻到 他身上传来的淡淡幽香 美公子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抬手推了他一下 让他和自己保持距离 腰太细了 你应该多吃点 唐三由衷地说道 美公子先是一呆 转瞬间撬脸顿时羞的通红 抬手一巴掌 就抽在了他肩膀上 将他打得一个 猎浅 你滚 哎呦唐三痛呼一声 向旁边跌出几步 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话莽撞了 但那是他刚才的心里话 完全是下意识地说出来的 谢谢大家